10月2号胡树立 就是财新传媒的社长 以前是总编辑发了一个文章 他说是猪头如果做得好 还是相当可吃的 猪头不受待见 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 背负着这等恶名 一般人还愿意 谁还愿意在餐桌上 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文章发的也是影射 意味很深 大家也都知道猪头是谁的外号 而且10月2号刚好是傅政华 前面是孙力军 这两个人在金城圈里边 也是地头蛇级别的人物 他们再往上缠的就是铁帽子王 对吧 现在老王也是岌岌可危的一个地位 这个女的就是胡树立 跟老王的关系匪浅 他以前就是担任财新传媒 总编辑的时候 总是发一些很猛料的类的文章 一般人以为这个是官方媒体爆料一些 经济上的犯罪了 或者说重大新闻 但是居然是一个 财新传媒爆料出来这种 相当于是 经济犯罪类的案件吧 也是很雷人的 所以说当时人们猜测 他的后台就是老王 老王大家肯定知道谁 就前几段时间说 既然大会请我来 那么我就想应该我 给我分配个职务吧 那么我就当个报幕员吧 就那么调侃的那个老王 现在随着傅政华落马 那么再往下深挖 就是孟建柱 甚至再往上 就是这个政法系统 整个都要被深挖 那么这样下来呢 就是说 也不能算图穷避现 反正就是白热化了 对吧 矛盾 就是很公开的感觉 以前吧 相互还给点面子 面子上至少还过得去 现在就是反正 就拉下脸皮来硬杠 这个局势嘛 现在来看 就是孙力军以前 担任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的时候 跟这个香港那边 林郑月娥了 再往前 梁振英了 甚至董建华家族 也是有很多这个 经济上的仗 但是特别梁振英 梁振英始终就不肯公开 他这个海外的资产 查了好多次 也公开不了 董建华的家族 在海外拥有 这个很大的 不过人家以前就是传王嘛 后来 可能利用这个职位 也捞了一些吧 现在不是国际报 那个法国的一个 国际记者爆出来了 就是董建华和这个梁振英的一些海外资产 很复杂 跟那个孙力军脱不了干系 如果不出意外 这林郑月娥也 如果 也可能会被拉下马 当然他因为是这个 香港这个暴乱期间 他也出了不少力嘛 对吧 也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基本上香港安定下来 他也该下来 这猛料是一个接着一个 下一个肯定就是铁帽子王 究竟是老王呢 还是那个 更大 更往上一层的那个铁帽子王 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二十大之前 肯定还有最大的大老虎会落马 因为这个胡树立这么出来 泼妇骂街市的骂猪头 那么他有点 其实就是钱驴即穷 对吧 就是没办法的才这么骂 鱼死网破的感觉